我们这35件国之贵宝呢 它一共呢是分为三期展览 为什么呢 之前呢我来的时候 本来说是35件就展一个月 但是我觉得每一件展品 它有那么多的故事 非常浪费 不是我的地方不够 我的地方绝对是可以摆35件 所以呢我们就想呢 每一件我们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挖掘 这样呢 同时也给观众更多的时间来看嘛 所以我们是把它分成了三期 每期差不多是十件 那你说这十件不是30件 为什么是35件呢 是因为呢我们有一个是测页啊 它里面有几开 所以呢加起来的话呢 按公公的数量来说呢 我们算是官方的说是35件 那这35件呢 已经展过一期了啊 现在呢这个国宝呢 能够呈现在这 所以已经是第二期了 第一期的文物 已经非常安全的到达了 故宫 但是呢对这十件呢 第一期的文物呢 它们很可能是永远不会 再来香港了 或者是咱们至少知道能看到 这个未来是不可能再来了 这些文物在故宫 你也看不到了 为什么呢 它要休眠至少三年 那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现在这一期呢 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4号啊 也会走 也会回到故宫 那回到故宫以后呢 同样也是要休眠至少三年 但不是说这休眠三年 就一定要展很多文物啊 甚至是六年七年八年都不会展出 因为故宫也不可能把这么珍贵的文物啊 经常拿出来展 所以呢真的 这个就像会心一样啊 你要没有找到那个点去看 你错过以后呢 它就不会再来了 你去故宫也很难看到了 Cait亚